作为月鞘主要矿物的斜长石含量超过了60% 因此认为月鞘是南极艾肯盆地成分异常区的主要物质来源 它是月鞘上最大的一个装机盆地 它的直径超过了2400公里 然后除了它比较大 比较深之外 它最吸引科学家的一点就是 它里面有非常异常的物质成分 提出了新的认识 实际上是月鞘回填的一个假说 这个假说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南极成分异常区里面 看到了大量的斜长石矿物 那么斜长石矿物它是月鞘当中的一个主要的矿物组成 那么因此我们推测这个区域的一个形成过程当中 那么月鞘物质的一个回填 那么后期的大壮机的一个物质的一个加入 那么对于这个区域的一个诚意起到了一个关键作用 这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区域的一个新认识 不管是月曼物质还是沿江海 它的演化过程都很难解释 为什么嫦娥4号这个地方的土壤里面有这么多箱石 所以我们就提出了 那很可能是后来的这些撞击事件 把这个上月鞘啊 包括一些下月鞘的东西 给砸到了这个区域 和原来的这些斜长石比较低的一些东西进行了混合 最后混出了一个以月鞘物质为主的一个东西 我们也期待未来我们国家呢 后续的探索任务 比如说我们的嫦娥6号任务 能够继续在月球背面进行相关的一些取样 那么取得更好的科学发现 这些人是在实施的一边 那么如果我们质疑的人 我们本来没看见 给我位置入房做得更好的 多少钱 我们可以汽车凭机 Joy 我来帮助你 识计栏 好